哈喽各位同学 今天老师要教大家 Form2的第四课 Oh my god 太久没有出影片了 因为前阵子就是一直在过年嘛 然后就很忙 然后大家就一直敲玩 一直吵一直吵这样 老师你几时出第四课 Oh my god 我总是出过来了 这一课很精彩 然后老师讲了非常非常多 好听的故事 所以呢 大家千万走过路过 绝对不要错过了 同样的要提醒大家 如果还没有订阅 Alan 老师的频道一定要订阅 因为这可以让你的Sijara 拿A 还要打开你的小铃铛 不要错过任何一个免费教学视频 因为这对你的未来都非常有帮助 好的 我们事不宜迟 马上开始吧 哈哈哈哈 哈喽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学的 主要就是我们的Form2 就是我们的中二的第四课 Bub4的 那么呢 诶 相信所有的同学们呢 非常期待这一课 那这一课呢 同样的我们是讲我们的Alam Layu Alam Layu的哈 第一课到第四课 我们都是讲关于到Alam Layu的 就是所谓的 马来王朝的这个部分 OK 那么其他的故事呢 是相当有连贯性的 老师平常在我的线上补习班呢 是把这四课啦 就是一次过讲完 然后之后再细分化他的 因为这四课细细相关 那么我们走到来 我们的马来王朝的最后一个阶段呢 我们将要学习什么样的东西呢 首先呢 我们要学的是 关于他的Agammer Agammer就是所谓的宗教的意思 Agammer 第二个呢 我们要学的叫 Gepachayaan 跟信仰的意思 这是第一个部分呢 我们在第四课要学的 就是宗教跟信仰的 然后呢 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主要学的那个东西呢 就是Geyouni 跟Warisa Masyarakat Gradja Alam Layu 我们看一下他们的和谐的传承 就是马来王朝有什么样的传承啊 什么样重要的事情 好 如果你不理解他的题目 也没有关系的 警戒着下来呢 我们将要跟大家讨论呢 第二课哦 就是 Form2的第四课 不是第二课 Form2的第四课 讲的是什么 好 我们先学的4.1 主要讲的是 Agammer Dankhapachayaan 讲的就是信仰跟宗教 Bengenaral 就是所谓的前序 所谓的简单的一个介绍 Agammer Boleh Di Iktirafkan 这个宗教呢 可以被归类成是一个系统 Begaitan Dankhapachayaan 信仰 OK 或者我们讲一种 我们的所谓的托付的一个精神托付啦 就是所谓的信仰啊 祷告啊 摩拜等等的 这三个是简单来解释 Agammer的 我们叫它是一个系统的 那简单来讲宗教就是一个信仰系统啊 阿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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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信仰的意思 OK 后面两个的意思也是差不多一样 就是敬拜祷告这样子的意思啦 然后同样的 Kepachayaan Kepachayaan 是信仰嘛 相信 相信 信仰哦 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自信来源 Yakim的意思是所谓的自信的意思 Kepachayaan 就是你握着的一个信念 所以古时候的那个信任跟信仰是相当重要的 所以呢 阿拉姆来又就是马来王朝呢 他们非常注重的就是宗教跟信仰啦 因为古时候他们没有PS2 没有iPhone 没有好玩的game或电脑 也没有王者荣耀 so他们只能就是 呃 很多时间在信仰方面 就是相信上帝啊 祷告跟呃 神方面 而现在我们的社会就太多 太多的迷惑 太多太多的享受了 所以我们跟以前人比他不一样啦 OK Pemarindan 就是所谓的统治呢 当时候马来王朝的统治呢 是Memastikan Penggoran Danglangsungat agama Dalamgraderan 好 为什么当时候的信仰这么的重要呢 我告诉大家 当时候的一个所谓的信仰啦 就是所谓的一个宗教 会驱使人民呢 去尊敬他们的君王 OK 所以当时候呢 他们相信他们的君王是神 他们相信他们的君王呢 是那个上帝创造的王 是神的代表 所以呢 他们对于他们的君王 是非常的尊敬的 非常的有礼貌的 非常喜欢他的君王的 OK 这个是信仰跟这个呃 宗教的一个解释 那我们看一下 早期文明呢 最擅长有的两个信仰是什么 OK 这里的两个信仰 第一个叫 anonisme 它的重点叫 anonisme 这个叫 呃 所谓的 呃 万物皆有灵 对 万物 有灵 有灵 他们相信山有灵 水有灵 OK 那什么事情都会有灵啦 然后他们呃 做的东西就是有奶奶模样哦 Rom奶奶模样就是会呃 拜拜他们的祖先啊 会呃 就是人死后他们会开始埋葬啊 等等的 OK 那这个就是讲 sertiap 呃 sertiap hidopana manbunyai romdan atau smangat 这是万物皆有灵 然后第二个叫 dianisme dianisme 就是anonisme的另外一个版本嘛 他们相信什么 他们相信的东西是关于到能量的 OK 这里各位这里的mana吼 mana是你玩game的mana 就是那个蓝色的mana 就是你的mmp啊 你懂我在讲什么吗 玩game不是有mana的吗 就是能量的意思 他们相信能量 他们相信呢 很多东西都是有他的能量所在的啦 OK 所以他们当时候有anonisme跟dianisme OK 是这两个 然后基本上细节老师就不抠太细了啦 OK 因为我们要节省时间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讲关于到重点哦 三个宗教的重点 包括呢 三个宗教就有所谓的 Hindu Hindu是印度生 Buddha是佛教的神啊 Islam是马来生 那么在15世纪的时候呢 其实就有这三大的神啊 那我要跟大家讲啊 在马来王朝啦 还没有有这个回教来之前 就是讲Islam还没有进来马来西亚之前呢 我们的马来王朝呢 最主要就是有Hindu跟Buddha的 OK 就是有大量的佛教 还有这个印度教的 他们就会来到这个马来西亚 那么当时候的这个马来王朝 就是大部分都是有很多的印度教啊 跟佛教的啦 OK 所以呃 因为Islam他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 是七世纪才来到嘛 就是呃 600年之后才开始出现的嘛 之后在之前大部分我们都是 印度教跟佛教会比较普遍一点点的 好来 各位这个图案就是给你看当时候的宗教的传承啊 那么其实华人啊就是中国这里会比较多佛教哦 可是我跟你讲佛教跟印度教都是一家亲来的 他们都是呃 大部分是释迦摩尼佛 当然现在我们的宗教有什么一贯道啊 有什么道教啊 毛教啊 什么什么 呃 毛山树啊 等等很多很多种类的 当然老实不是所谓很厉害的宗教人士 我也没有去深研究 可是在古时候呢 基本上不大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大部分的中国的 他们会来到我们这里的马来王朝 这个领域是我们的马来王朝 然后印度就代表着Hindu咯 就是信都教的来到来 那Arab这里就是所谓的Islam 他们每次过来这里传教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呢 OK 其实呢他们很多来这里做贸易 有些来这里做生意 然后呢有些就是特地来这里做传教的 来到这里就是宣扬他的这个宗教佛法这样子 OK 来我们来了解哦 在每一个宗教里面呢有什么重点要背 各位这里老师不会太细口啊 老师是直接跟你讲一些重点的 当然如果你要听到很详细版本的话呢 非常欢迎各位同学 参与老师的线上课程 因为线上课程 我们会有足够的时间跟学生 慢慢讲里面的故事跟考试的细节 当然在这里的YouTube 老师也是会跟你讲重点的 不要太担心只是没有讲的那么的细而已 OK 因为这个YouTube的 影片最主要就是以辅助还有复习为主 OK 如果我们要认真讲有时候我在班上 花了差不多两三两个小时左右都还未必把一课讲完 因为如果你去看课本它是非常饱满的非常多资讯的 而且非常多一些考试重点要去理的 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确保我们考试拿到非常好的分数 OK 好那么我要讲了啦 第一个叫格拉迦安福难 格拉迦安福难呢是第一个这个马来王朝嘛 那众所周知老师也讲过很多次了 他是阿巴克本达姆在一世纪就有了的 然后马来王朝呢有什么东西你要特别要记 OK要记得这个叫法斯曼 OK 法斯曼是当时候呢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就是因为法斯曼的存在 所以呢让夫难走向去盛世时代 就是去到一个哇好格好厉害的一个时代 让他整个时代呢变得很像很强大家 而当时候的法斯曼呢他主要信仰的这个宗教叫做 布达 布达 OK 佛教的 OK 那么有几个东西你要特别要背的哦 for 夫难的话 一定要把它背起来来坐起来 各位老师highlight的东西麻烦坐下来抄下来做笔记 这个是考试挥处的一些重点来的 所以我再重复啊 夫难是一世纪 他有一个很厉害的人叫法斯曼 法斯曼把夫难带上去盛世时代 然后呢 他也是一个佛教徒 然后当时候有Chanty OK 有人不懂Chanty是什么 Chanty的function一定要背的哈 OK 像所谓的tumbad ibadad OK 就是拜拜的地方 当然还有其他的definition 你们可以去背 因为如果考试出到agama的话啦 他问你解释某某agama 你只要写到Chanty啊 我就给你一分 然后你给他 给到他的function我也给你一分 虽然我问你的是关于到agama的 可是如果你有写到Chanty的 大部分的schema都是有分数的 所以各位一定要知道Chanty的function是什么啊 OK 我相信下面的都会有 而且之前老师很像也是有讲过嘛 很像上一课吧 第三课应该也有讲啊 SennieBinner那一块 就有讲到Chanty的功能啊 OK 好来 我们先接下去啊 So Chanty你要背 Gochati 这个也是要背的 好 OK 如果 OK 所以我这里再highlight啊 Chanty这个东西很重要的 考试一定会问的 objective会问 structured essay 都会问 好来 再接下去这个 这个叫chamba 那么chamba在第四世纪咯 OK 那么当时候他们也是 是Hindu做的啦 Hindu OK 他的Chanty呢 也是有一个地方的 他的Chanty在 Le Ba Miso Le Ba Miso 除此之外 还有两个其他的地方啊 你们可以去看课本 会有更详细的资料 哦 我找到了 Chanty Dong Doi 这个我每次在班上会 Dong Doi Dong Doi 这样子跟学生讲的 OK 这些都是当时有的Chanty啦 那么当时他们的神呢 叫 Siva Abaru Vara OK 基本上我不会念这个字啊 OK 这是他们的印度的神 OK 还有一个叫 Po Naga Po Naga 这基本上啊 Champa你要背的东西就是 Miso 这是他的一个 Chanty的名字 然后这个叫 Dong Doi OK 我在补习翻译 每一次再重复的 这个Dong Doi Dong Doi 还有Po Naga OK 好 这三个地方你要背起来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好 有同学问老师下面这个地方啊 我要不要特地去背 来跟大家讲几个缘由的 OK 这几个东西啊 他通常会问你 请问我们怎么样知道 当时候啊 Champa到底是什么宗教啦 拜什么神啊之类的 我们就以考古学的角度去了解 哦 原来当时候他是拜这个神的 怎样去看 我们看很多所谓的Battu 或者所谓的Battong 就是所谓的娃娃 还有石头 去看一下 诶 当时候原来 哦 这个时代他已经进来了 有这样的石 有这样的圣石 所以呢 都是以考古的情况 研究这些Battu Bersurat啊 还有一些所谓的人类的手稿 去了解的 OK 下面是科普的知识啦 那么科普的知识 其实你写在哪个Gradia案 都可以的啦 OK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Uncle 拿这个漂亮的就是Uncle 瓦啦 OK 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 OK 非常漂亮的古色古像 那么请问Uncle Uncle Gradia Un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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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主要的一个宗教是什么呢 也是 Agama Hindu的 Agama Hindu的 所以他这里的之前老师有讲过咯 他的领导人是瓦曼格一号跟瓦曼格二号 瓦曼格一号是让这个Gradia案Uncle崛起的 瓦曼格二号是创造盛世世界的 盛世时代就是所谓的Gamilang的意思啦 这有两个Uncle 一个叫Uncle Wat 一个叫Uncle Uncle Tom 在我们的补习班我们每次都讲他一个叫Uncle Wat 一个叫Uncle Tom OK Uncle Wat 跟Uncle Tom 那他的庙的类似是这样子的啦 你可以上网去找 他的这个庙还蛮漂亮的啦 然后你会发现哦他整个的时代哦 盛世时代都一堆瓦曼格存在的 OK 然后瓦曼格在12世纪的时候 他们才开始慢慢转向去这个Buddha 意思就是讲 在这个Gradia案Uncle的时候啦 早期他们是Hindu的 早期是Hindu的 然后在12世纪的时候 他们就变成Buddha了 原因是因为有Jawa瓦曼 这个不懂多少 四五六啊 OK 之类的 之后我通常记啊 Uncle就是很多瓦曼格的就对了 OK 然后Uncle Wat要记起来啊 Uncle Tom也记起来 好重点我已经跟你讲了啊 你好之为之啊 好来再接下去 去Sriandjaya Sriandjaya要背的东西是什么呢 一样的 当时他们的宗教是什么 Buddha 佛教 佛教 OK 那么他们一样哦 Buddha是Satskrip 之前我有讲过 就是所谓的凡语 然后他们的Chanti有三个要背的 Chanti Jambi Chanti Bahe 跟Chanti Muratakus 跟Mura Bahe OK 这些句子你们都要把它背起来 Chanti的名字是要背的哦 OK 蛮重要的 OK 然后基本上考试比较长处的Chanti 就是Funan Angkor 跟Sriandjaya 这几个地方是比较出名的 比较长处的啦 当然其他的也是会出的 好来我们再接下去 Majabahe Majabahe先给你看一下他的建筑物 这个叫Chanti Jambor 这些Chanti就是你现在看到的 古印度庙啊 古华人庙等等的 来我们看一下Majabahe 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色啊 同样Majabahe呢 在他的这个 Hayam Uru的时候呢 他们已经有两个宗教 分别是 Hindu跟Buddha的 So这是你要知道的 在当时已经有 Hindu跟Buddha了 然后呢 他们有Chanti Jambor Suku 跟Brahu OK 这些 好 无论他的Chanti也好 宗教的话 如果同学们有任何意外 还是任何不确定的话 请查回你的课本 各位同学 课本的东西永远是最标准的 有时候Alan老师教书的时候 可能念错啊 还是有时候Alan老师 在讲他的名字的时候 可能有写错啊 那么所有的东西请查回课本 因为课本是最重要的 那么老师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就有一些同学 他们可能听不懂华语 而且听不懂马来文 看不懂马来文啊 老师就可以快速翻译重点给你 我的这个视频主要就是帮助大家 可以快速找重点 省时间 然后开开心心学习 好不好 所以哦 马达巴赫哦 他前期是云都跟布达嘛 然后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插曲要告诉大家 在十四世纪的时候 其实是在蛮后期的时候啦 阿甘默伊斯兰就开始进军去这个马达巴赫了 OK 然后我们看到 这个乌平啊 还有这个刚恩聪啊 这些官员啊 他们就开始慢慢倡导这个伊斯兰的东西进去了他们的这个文化 OK 那你可以写的就是十六世纪啊 Gradian Demar就开始有这个朝圣阿甘默伊斯兰的东西了 我再重复 十四世纪啊 伊斯兰教就开始传入进去马达巴赫 然后在十六世纪的时候呢 一个Gradian Demar就正式把这个伊斯兰教带进他的马达巴赫里面 就是这样子的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到是吉达州的这个东西 吉达吉达 OK 这是第五的这个呃 第第第第五世纪的吉达州 那么吉达州相信如果你是吉达州的华人 或者你是在格达巴利斯啊那一代的啦 他们的佛教是蛮盛世的啦 到至今也是蛮盛世的 因为他们可能靠近泰国那里 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哎 他们蛮多佛教徒的啦 OK 好 除此之外呢 他们也是后期有带入这个 印度进来咯 带印度进来就是印度教 在十二世纪的时候 同样的伊斯兰也是有带进来的 OK 那么这里主要要背的一些 呃 主要的东西要写什么咧 OK 你主要你要知道啊 吉达的一开始是布达 过后 印度再来就是伊斯兰 然后在第九个呃 格达的王的执政的时候啦 第九个执政那个吉达的王在1136年的时候啊 有一个叫马哈拉执 达巴的人 B-E-R- B-A-R-B-A-R, 达巴的人呢 他就开始严厉的疯狂的发展 回教哦 OK 所以同样的啊 为什么格达后期就有很多马来人 就是这样哦 一开始是布达很多的这个佛教 然后过到印度教 然后过后就用这个 迪巴王他就把它传成了 伊斯兰 明不明白 明白 OK 太聪明了 那我们现在要接下去就是刚刚拿嘎拉 那么刚刚拿嘎拉呢 也是位于我们的 佩拉的啦 老师也是讲过很多次哦 这个是在 霹雳州的 霹雳州的佩拉 刚刚拿嘎拉 那么刚刚拿嘎拉呢 就是也是呃 很疯狂的布达啦 OK 那么在布达的时候 你会看到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呃 神像的 OK 布达的神像还有比多 比多是老师出生的地方 老师本身是在美罗出生的一个人来的啦 OK 比多是老师出生的一个地方 那你看到这个就是所谓的呃 牵手观音吗 我也不确定 还是什么样的这个佛像 总之就是很多很多的佛像在刚刚拿嘎拉出现的啦 OK 同样的呃刚刚拿嘎拉还是一如既往跟你提醒一下啦 考试出的几率比较少一点点的 因为他的资料美是不足 所以考试通常会很喜欢出前面的 Lets say Funan啊 Uncle啊 Majabahe啊 还有那个Sranjaya 这些是比较长处 哦 还有Champa 嗯 就是这些会比较长处 后面这里少一点资料的就比较少处 好来 我们再接下来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Rumusan啦 OK 他的Rumusan基本上就是讲哦 呃 Islam在13世纪开始慢慢的传入进去马来宗教 而引导出很多的像Funan啊 Sranjaya啊 还有很多很多的宗教 都开始疯狂的在马来王朝去传这个悔教的 就是这样子 OK 之后基本上老师就讲的很仔细啦 关于到上部分的 当然如果你要听到更仔细的还是老话一句啊 你可以考虑加入老师的这个补习班 老师的补习班会讲的更加的清楚 更加的多东西啦 OK 呃 没有关系了 你看完上面你已经很厉害了 如果你听得完 OK 呃 最好学习的方式是怎样 OK 如果你是觉得你没有必要补习的同学 你觉得你自己都能读得懂课本的同学 最好的方法是怎样 你自己先读完整本课本了之后 然后你再拿老师的视频来做复习 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要善用我们的网络的各式各样的资源 把自己的这个规格 把自己的这个呃 东西拉到最高分 啊 这样子你就会很开心啊 你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这个呃 资源 好来我要讲到的是4.2 OK 那么我们先来看啊 Gayunikan Warisan 什么是要Gayunikan Warisan 这个叫独特传承 Wariisan是所谓的传承的意思啦 传承 或者呃就是 传下来的一个东西啦 Gayunikan是很特别的 OK 我们就要看呢 我们的独特性 Gayunikan 那案是呃理智 或者很Gayunikan 很明智理智 Gayunikan是很独特的 被我们早期的领导人传下来的一些很理智很明智的东西啦 让我们来分几个角度来去探讨关于到这个Wariisan Garajan Alam Melayu的 OK 那么首先呢先讲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政治系统 从古至今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政治系统 我们会聊到的 再来就是Gayunikan 我们的领导人的聪明才智 有什么 再来我们会讲到关于到经济层面的Economy 经济层面的 再来就会讲到Social Buddha 社会文化方面的 OK 再来就是Agama 就是宗教方面的 好我们去来聊一下马来王朝在每一个种族里面 他有什么独特有什么特色 有什么很了不起的事情 来我们一一一看下去 OK 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东西叫System Bermarin答案 就是所谓的政治的这个方面 政治的方面呢 就是当时候我们是怎样被政治的 怎样被管理的 还是用什么宗教去被管理的 OK 我们有自己俗称的System Braja 所谓的皇帝系统啦 就是我们怎样去传承 同时啦我们呢 很多的Sultan或者我们的Raja 就是所谓的王的意思 他们是被尊重是被禁养的 然后我们有很多Bermasar 这个是所谓的官员或者大臣 也是被很多人尊重的 最后呢就是所谓的Raja Raja就是俗称的人民 人民呢就是要对于我们的这个王 万岁万岁万万岁非常的尊重他的 好不好 来我们看一下System Braja OK 我们先来看啊我们的这个 政治的这个就是皇上系统的管理系统是怎样的啦 OK 统治系统 第一个叫Bermelian Raja 我们会怎样去选这个王呢 我们会怎样去看这个王呢 好这里老师也是长话短说直接给你重点的 第一个很多的王呢都是格都伦男就是跟着遗传来讲的 就是传承男 OK 我爸爸是皇上 我就是太子 过后我就可以变王 一个皇帝他可能生了十个孩子 从十个孩子里面选其中一个孩子变成他的王 变成他的继承人 这个是很时常做的事情啦 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 Yasaskanole Bermasar OK是被这个Bermasar给承认的 哦我承认你是这个王哦 OK等等的 so当时候的王呢是被讲为是非常的熟气跟Bermelian Raja 熟气就是所谓很单纯很纯洁很干净的 Bermelian Raja形容的是他非常的有能力 有这个权利这样子的 so当时候的这个王是可以支配各种的等得热的啦 OK 好 这基本上是这样子好 提到瓦尼达这个地方我要跟你们讲啊 瓦尼达是女性以前的权利是不可以做王的 包括到今天为止 马来西亚很多的职位他们都是不会让女性做的啦 像我们的总统方面的 他们都是会让这个Islam Lelaki做的啦 这是马来西亚现在还有的一个比较封闭的思维啦 当然必然有他的原因啦 老实这个我就不多讲 免得得要有一个敏感的因素 OK 后期又给他一点尊重 后期然后过后又去糟蹋他 过后又给他一点尊重 所以女性的地位在整个马来王朝是起起伏伏 然后至今哦也是一个值得辩论的一个议题啦 尤其是在马来西亚比较有这个封建的一个时代 马来西亚比起别的国家我们是更加的保守更加的封建的 OK好来再来哥都都跟Raja 这个叫皇上的这个地位 哥都都跟Raja 那么Raja就是皇上的地位是什么 我们讲Deva Deva是神 我们堪称他是神 然后Mestit Dehomati一定要被尊重的 这个是在Hindu就是信都教跟布达佛教的角度 我们要很尊敬我们的王 OK Concept Khalifa Khalifa是所谓的Islam哦 就是回教的一个神的系统啦 那么他们也是觉得这个神呢是都汉来的 OK 我们不能去违反他的东西 他讲的东西是非常的了不起的 OK 所以如果谁啊去反抗啊 逆指的话呢 我们也叫Ment Haqqa啦 就是讲逆道而行就是反抗 所以他会受到处罚 就很像古代 如果你去骂皇帝发必告啊 你就会被拙去砍头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 再来就是格拉让本人答案 OK 这个就是讲呢 在呃 他们的这个 印度 呃 就是印度的势力跟这个佛教的势力来了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了他们就会有这个格拉让 Raja 跟Majabahed 就是之前还没有来这些人之前啊 我们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传统的 OK 就是我们没有想我们的王啊 一定叫格拉让那 可是哦 当这些宗教进来了之后呢 我们就有很多不同不同的称号 好很多同学不懂格拉让是什么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麻烦写起来 格拉让是所谓的称号 或者是绰号的意思 OK 那么 印度不但他们给我们的绰号是什么呢 叫他 Raja 哦 Maharaja Raja 是皇上 Maharaja 是太阳之子 太阳王上 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OK 类似是这样 然后 那伊斯兰呢 他产生出来的就是叫苏丹 只有回教哦 才会叫自己的王叫苏丹的 老虎 杀杀分不清楚 好啦 我们不要玩了 OK 我们接下去啊 这是第三个点 所以各位记得啊 如果考试问到关于到System Berrinda Berraja 的话 就是皇上系统的话呢 你要背的东西 分别是第一个 如何选完地 而且怎样对待皇帝 第二个是皇帝的地位是如何的 第三个是 他的绰号是怎样的 各位记得背重点 不要把整个课本背完 因为 考试只会考重点而已的 万事又如意啊 好 到下一个叫 Gerbija-san-a-an Berrinda-an OK 那么我们看一下 当时候他们有什么很厉害的 Bija-san-a-an 包括他们选啊 Memilek Membangun Busat Berrinda-an 他们非常的照顾 跟他们非常的 呃 就是讲 他们觉得他们的建筑物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他的王宫 所以他们会很用力的去做好他们的王宫 让他们的王宫越来越好啦 OK 那么他们会选他们的王宫是 Lokasi-an Strategy的啦 而且呢 最好就是会选在一些 呃 非常 呃 好的一些位置啦 无论是他的方向啊 等等的都 都要非常的好啦 Gawa-san-yang-subo 啊 还有 呃 Bufung-si Thingga Hari-ini OK 呃 这个是讲他们在河边的 OK 我这里稍微刻补一下啦 当时候呢 你会发现他们的Busat-But-merin 答案就是他们的执政的地方 还有他们的王宫也好执政的地方 他们都会选靠近Sungai的 选靠近Sungai的 因为Sungai呢就是他们的水源的来来的地方嘛 他们可以拿到水可以拿到食物可以再送东西 可以做生意Berda-gang-an OK 这里都有写到Bungang-kutan啊Berda-gang-an啊这些 所以在湖南有一个很出名就是Oceo哦 这之前老师有讲过的 所以我再重复一次啊 如果考试问 诶Ber-merin答案当时候他们有什么明智之举呢 第一个就是他们很厉害的去建筑他们的这个 栖息地或者统治地都会比较靠河 还有靠一些比较好的地点 那么无论从他们的农业跟商业角度来讲 都是非常好的 同样这里老师不会讲到太仔细 你只要被前面这里就好的 OK 到第二个点 Mendjalin-gan-hubungang-diplomatic 会促进关系 会促进关系 OK 上面的促进关系呢 他们基本上有几种方法促进关系啊 第一种是同盟啦 Bersahabat I am you with a 做朋友 OK 我不要跟你好呢 OK 我要跟你好 So Sahabat 就是做朋友 再来这个叫 Ger-den-dera-an 用军事上面的协助 就是讲如果我被人打你要来帮助我 在军力上面你要协助我 第三个叫Bergawinan 哦 你的儿子跟我的女儿结婚哦 好开心哦 OK 就是有这个婚约在身的 So 当时候他们讲跟别的国家 Hubungang-diplomatic 好 如果不懂Dipo 呃 Hubungang-diplomatic的同学们写起来啊 这个叫国际关系的意思 国际关系的意思 好不好 好 Hubungang-diplomatic重要在几个地方 来这里麻烦来给我 我highlight一下考试会出的 OK 这一点考试会出而且很长出啊 考试会直接问你 OK 当然上面这里也是重要 可是下面这里K-by-T很爱问 OK 不是K-by-T也很爱问 我不知道 因为每次出 OK 为什么 国际关系跟这个 全球关系对他们的这个地位那么的重要 为什么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 Gerdahlatan Gerdahlatan形容的是他们的王权 与他们的权利 当他们巩固了 他们在这个关系上的地位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他们的Gerdahlatan 就是王权会更加了不起 第二个点叫Berlindongan 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保护跟庇护 当他们有事的时候 诶 我跟你关系好 他就可以给他援军 给他各式各样的资源了 再来第三个叫Berdagangan 这个在贸易方面也是完全非常好棒棒的 OK 比个赞给他好棒哦 OK 再来接下来呢他们也是可以传承他们的文化跟宗教的 OK 来所以这里面要背起来 Gerdahlatan Berlindongan 还有我们的Berdagangan 还有我们的 Agama 还有Budaya OK 总共四个点了 OK Agama Budaya 我们属于一个点啦 除非你的考试的schema是分开的 OK 这里我再重复考试是会出的 麻烦把他 highlight 下 Nota要写进去 万事又如意 好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Gegiatan Economy OK 我们在经济的角度呢 我们要怎样去看我们的马来王朝呢 有几个方式的 OK 经济的角度你会发现他们之前做生意都很喜欢 Tepi Bandai Tepi Sunai 好 为什么他们喜欢在河边海边 老师已经讲过上千百万次了 后 他们会在河边海边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呢 他们要做生意 他们可以捞这个所谓的海鱼啊 什么的鱼啊 虾 贝壳 鲍鱼等等的 也可以呢有非常丰厚的这个土地 为什么在河跟海旁边的土地会肥沃 老师讲过好的 因为那个河跟海啊 它是有矿物盐的 所以这些盐呢 这种矿物质流进那个泥土那里的时候 这里的海域就会更加的有营养 所以这里的树啊会长得更加的大 OK 像你看那个野树那个水 嗯啊 Yummy 好好喝 OK 所以我们for economy 我们要读几个重要的点 第一个叫 Gesuborandani 就是土地的肥沃度 第一个叫土地的肥沃度 刚刚老师讲的 第二个在经济角度呢 System Berairan 叫所谓的水道系统哦 Berairan是所谓的水道的意思 System是系统的意思 好不好 再来下一个呢 叫门宾的Berabohan Berabohan是所谓的码头 那么有Berabohan 我们就会有Berdagangan 好这里呢 虽然我想带过 可是太重要了 我还是留步跟你讲多一次 OK Berabohan这里有三个Berabohan 麻烦背起来 因为考试会问 来各位同学 背起来考试会问啊 我们的港口或者码头 分成三个 一个叫Berabohan Berabohan 一个叫Berabohan Gerabohan 一个叫Berabohan Antropod 那这三个港口是什么呢 这个叫地方港口 这个叫地方港口啦 OK 俗称地方啦 Berabohan 的意思就是这样 提供的意思 来再来这个呢 就是Gerabohan 就是国家港口 OK 国家港口 我的话语字有一点 很丑啊 大家多多包容 到最后这个是 所谓的国际港口 就是更加的大的 明白吗 所以呢 地方港口是比较小的 然后之后发展出来 就是国家港口 在最后叫Antropod Antropod是国际港口 OK 那么国际港口 包括了什么 欧CEO在福南的 OK 这一点 我就叫你背这三个 然后考试 他每次会问的 有两种情绪 第一种他要问你 港口分哪三种 你要把三个写下来 第二种在Objective 他会问你 请问哪一个是国际港口啊 哪一个是 呃什么国家港口 等等的 so for港口这个位置呢 你们要 呃稍微背这三个东西 因为蛮重要的啦 OK 你一定要知道他的差别 不然你看也看不懂的 OK 细节你可以呃停在这里 然后呃把它读一下 OK 基本上他都东西都在这里了的 OK 你可以去看课本也是可以 Objective 时长处啊 来到下一题 这个叫Social Budaya 这个叫文化 社会文化 什么叫社会文化 如果我们讲Budaya 就是一个文化嘛 Social Budaya 就是大部分整个社会 营造出来下来的一个文化 到底是化身什么树啊 OK 那么他的文化呢 我大概讲有三大类型 延伸出来的文化 第一种文化叫 独立善跟巴哈瑟 文字跟语言 这个是在我们的第二课 已经讲过好的 就很像我们在这个 呃什么 他们时常用 Palawan啊 Sascript啊 巴哈瑟 Sascript 等等的啦 这些是之前我没有讲过好的 OK 第一种文化 第二种文化背景叫 Bersuratan 这个叫所谓的 属性或者我们 呃 所谓的他们记录的方式 那么早期人类记录的方式 有分几种 一种叫Battu啦 我们时常看的 在石头上面刻字 还有一个叫Manuscript Manuscript 是所谓的手稿 他可能用一些木板啊 哪一些 总之想办法刻上去 总之不是刻石头就对了 OK 啊 还有一个Lukisan刮啦 就是画那个东西 好 然后在接下来呢 我们要讲到的是生意兵的 生意兵的也是上一课 有讲过的啊 关于到很多的Chandi啊 摩拜的地方 拜拜的地方啦 OK Lukisan Binner的意思就是讲 生意兵的的话就是所谓的美术的意思 我们的古代到现在 无论是从建筑物到壁画到设计到我们的陶瓷等等呢 都古色古香 OK 这之前讲过我就不多讲了 所以如果考试问到Social Buddha 分别包括了 Tulisambahase Bosratan 跟Senni 这一个 我不觉得它很长处 OK 就是这样子 好 我要重复一次啊 老师 如果跟你讲很长处的麻烦你一定要读 OK 然后如果我跟你讲不长处的 你有时间你也去读 就是这样子好不好 OK 如果我是一个很负责任的老师 然后我是一个很不想负责任 呃不是 我是一个很pass的老师 我会跟你讲 各位同学 课本啊 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全部读完 因为全部都会有机会处 OK 这个是一个pass的老师会跟你讲的方式啦 那么我不能讲我很厉害 我只能跟你讲以老师的经验 我可以跟你讲哪一个部分比较长处 哪一个部分比较少处 所以为什么呃老师的补习班的同学 他们都会觉得很轻松的原因 是因为我会直接分析 还有出题目给他们 给他们知道哎 这里是什么长处的 这里是比较少处的啊 就是这样子 所以各位你也可以去多研究各种的题目 让自己去了解哎 哪里是长处 哪里是少处的 最好的方式就去看pass year 各位这些看多一点pass year 还有多看allen老师的视频 所以我会分享很多哪一个长处 跟哪一个不长处的 OK 再来下一个就是个unicum 那么这个就是讲我们的独特性 那么请问在马来王朝我们有什么样的独特性 分成四个 哎不是四个 等一下 OK 有六个 sorry 有六个独特性 首先我讲第一个叫西法德布格 是非常开放的思想 那因为我们马来王朝啊 马来以前啊就是比较开放的思想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里马来西亚会有华人 马来人 印度人 然后我们的语言也是乱七八糟的 然后也是很多元的 最主要就是当时我们这里的人民是保有一个开放的态度 去接纳各种新事物 好不好 第二种叫 SIMBO BANYATUGAN SIMBO BANYATUGAN 是什么 就是讲团结的一个SIMBO 一个符号 OK 就是当时无论是我们的宗教啦 最主要是我们的阿嘎摩拉 无论是佛教 印度教 马来教 还是 CHRISTIAN 都好 他都叫我们要爱世人 要团结 要保家 卫国等等的 OK 这个叫SIMBO BANYATUGAN 再来另外两个东西 SIMBO BANYATUGAN OK 在我们这里有很多可能一些SIMBO BANYATUGAN 就是比较特别的指挥啊 OK 就像 如果你想特别的指挥 我们可以讲阿嘎摩拉 我们讲以前的BANYATUGAN 就是所谓的那种宗教时 他们都算是一些比较特别的指挥 等等的 下面这里也是有讲到一些BANYATUGAN 也是 OK 再来就是SIMBO BANYATUGAN SIMBO BANYATUGAN 关系就是互相配合 来我跟你讲一个秘密啊 这一块啦 如果你不背也可以的 因为考试你可以用KBITE来拜的 KBITE就是自己写自己的答案 你可以写SIFAR 呃呃 当公交啊 等等的 就是意思就是这样 这一个部分啊 如果你不要背也是可以 因为考试呢 可以用一些 比较 靠近的字来取代的 OK 可UNIKA WARISAN 呃 DALAM 阿嘎摩 呃 等等等等 的 OK 通常啦 考试除非除非 他真的是问 NATUGAN 完全的啦 完全的东西 你还是要背 各位 如果他 要出FAKTA的方式 也是可以的 可是通常啊 考试这个部分 通常考试这个部分 他前面都会写BADE BANDABANDA OK 在你的意见当中 你觉得马来西亚的这个文化的特质啊 呃 包括怎样 在宗教特质里面 你可以写类似的答案 OK FOR PASS的同学最好就是把重点 我highlight起来的飞下来啦 因为是更加正确的答案 好不好 所以各位同学啊 你看题目也是要看他问的方式啊 如果他不是叫你回答KBYTE 的话 你随便回答KBYTE 的话 很可能没有拿到任何的分数 如果他出的题目的性质是有KBYTE 的话 那就OK 如果不懂怎样的话 可以看多一点的题目 通常他会有一些Keyword的 Let's say BADE BANDABANDA 这个是呃 很长错的啦 BAN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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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 down scriptures 也是很长处的 OK,权力的象征啊 OK,for我们的宗教 我们很多的象征 Let's say Chanty, Uncle Wa,等等的啦 OK,讲老实话后面这里不是最重要的 好,我来这里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啊 for 这个第四课重点的地方 在哪一些地方啊 OK,首先 Agamal跟 Pachaya案 你一定要很知道它的 Agamal跟 Pachaya案 就是这三个东西 那这里开始是最重要的 就是从 Phunan的 Agamal 然后一直到下面这里的 我刚才讲过的这鲁木山 这一 part 是这一课的高超跟重点 好,再来第二 part 的重点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然后你要去 elaborate 它里面的东西啦 OK,其实很简单啊 如果考试出这个哦 基本上是八分嘛 这里有五个 point 嘛 你写五个 Pachaya 五个 Pachaya案就可以了的 OK,let's say 今天我随便写一个啦 像我要讲的是可能第一个 System Bermarine 答案 Pachaya 这是我的一个 Fakta 只要你写到这个点 我就给你一分 然后我在里面写其中一个点 就叫 Gdudukan Raja 我又有另外一分了 如果你有 Trontor 的话 你可以写 Deva 或者讲 Kalifa Concept Kalifa 这些都是 Trontor 的分来的 OK,各位看分数做人啊 你读 Sajara 有两种目的 所以有些人要了解古色古香 那你要了解古色古香 你可以慢慢了解 可以去看课本 可以看得很开心 那么 Allen 老师最主要的 就是帮助考试的学生 可以通过我的视频 直接做到重点 直接做到最主要的东西 好,基本上呢 我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啦 嗯哼哼 好的,相信呢 刚刚所有的同学们 已经把 Form 2 的第四课 给复习完了 那么希望呢 这个辅助的视频呢 可以帮助到所有的同学们 更加了解 而且呢 对于这个第四课呢 更上一层楼 更加的清楚 更加的明白 好,再一次提醒大家呢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 Allen 老师的视频呢 记得要订阅 而且要打开小铃铛 因为呢,老师会持续上载 各式各样不同的笔记啊 不同的教学 帮助大家的 Sijara 呢 更上一层楼的 还有同学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要学得更加的仔细 想要了解更加多内容呢 也可以欢迎你 加入老师的线上补习班 会给你更多的价值 更加好玩 更加多的互动 还有一些小游戏呢 好,谢谢你今天的时间 ありがとう gozaimasu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记得要敲碗哦 下一刻 下一期的 哈哈哈哈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可以